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上海堂堂的司令 做不了你沐家的主妇 真叫我吃软饭的了 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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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叔他喝多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不然你不会对我这个样子的 我没事 你想多了 你曾经告诉过我 真正的信任 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 依然选择相信对方 所以这一次 我还是相信你 我相信你突然的冷淡是有原因的 但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成为夫妻 我希望你能让我看到你的一切 我希望你能让我看到你的一切 沐小姐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顾小姐呢 顾小姐要照顾谭司令 恐怕没有时间见你 沐婉卿 你有没有搞错 她谭玄林还没跟你结婚呢 这就敢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了 你就这么惯着她 顾小姐和谭司令是亲人 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 她这么做肯定是有她的原因 你放心 她们俩之间不会有事 这叫没事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我说没事就是没事 我有这个自信 难道你没有吗 自信 我当然是有的 那就赶紧回去 别把事情闹大 否则你和顾小姐更没有戏 不可理喻 开车 沐管家 那天谭司令有没有说什么 谭司令也没说什么 就是一直在看照片 不过她问了两句照片的事 你把她那天看的相册全部给我 就是这张 好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照片我已经找出来了 也放在了明显的位置上 我猜 谭司令应该已经看到了 只要你按照 我所说的完成 你就会是 沐家以后的掌门人 那你跟沐小姐的事情 rendition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那沐姑娘当时只是个孩子 就算沐志远做了什么错事 那跟她也没关系呀 这既然你们这么相爱 那为什么不让父辈的恩怨 到此为止呢 我不是没有想过 但一辈子这么长 我如果不管不顾地就娶了她 这根词会一直横在我们中间 我跑会伤害她 我答应过她 我这一辈子要爱她 保护她 如果我做不到 我不能娶她 幸亏你提前一步找到了谢尔盖 花重金收买了她 急去偏造的事实 就让谭玄林和沐万青反目成仇 这真的是四两不千斤啊 要不是我急着赶着去追杀谭子瑶 她早就成了我的枪下鬼了 各位 可都是上海贪有头有脸的人 为什么要为难一个弱女子 不觉得有点不要脸吗 我谭玄林 以上海司令的名义 再向你们担保 大华公司欠你们的钱 由沐家商会承担 只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必须要放她的电影 玄林 这是 我是 我是来交代你件事的 大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跑了 欠了各家电影院一笔钱 双儿的芯片也要上了 必须先把欠款结清 人我带来了 你安排一下 我安排什么 这件事情好像和我沐家商会 没有关系吧 是 本来没有关系 但是我答应了各位老板 大华公司欠的钱 由沐家商会承担 我不是不支持顾小姐的电影 只是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不管其他的 我就问你能不能快点 你有没有想过 我要是这次给了钱 那大华公司其他债务怎么办 他的员工是不是都要来找我 他其他债主是不是也要来找我 这个口我真的开不了 我懂啊 在沐家 我说了不算对吗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讲道理 我上海堂堂的司令 我上海堂堂的司令 做不了你沐家的主吗 真叫我吃软饭的了